好 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我是蕭川老師 歡迎收看我們今天的節目 台北股市今天表現不錯 指數大漲 而且今天的大漲讓指數 幾乎是可以說再創歷史新高 對不對 今天台北股市你會發現到 開高之後震盪走高 目前漲了差不多300多點 好 300多點 那有沒有覺得很奇怪 台北股市今天為什麼會大漲 你注意看 每股市大指數大致上 都是比較偏小漲小跌 這幾天幾乎都是這個樣子 那今天整個亞洲盤 到目前為止 不管是上海南韓或日經指數 好像也幾乎沒什麼太大波動 那只有今天台北股市 是全球第一指數大漲 原因到底在哪裡 其實全球股市都沒有什麼動 大家都應該知道 到明天凌晨的時候 揮達要公布財報 好 今天台北股市能夠大漲的原因 是因為市場一定有人在押注 啊 財報不錯啦 這指數要繼續供 所以呢 今天一定有人去押吧 對不對 好 那到底這個押寶對或不對 那到底揮達財報 公布出來之後的結果 接下來這個盤要怎麼去走 好 今天我們慢慢來去做一下解說了 因為如果你今天有去看一些新聞的話 今天新聞 法人這邊有寫了什麼 AI標的操作策略 法人推演三劇本 什麼三劇本 一個優於預期 符合預期 一個是低於預期 那到底這個盤 接下來如果是出現這種三種情況 那要怎麼去做 好 那各位我們不用那麼浪費 不用那麼複雜啦 我跟你講明天的盤 不是大漲就是大跌啦 而且不管是漲跌一定都是爆量 那接下來如果是出現這種情況的話 我們要怎麼去面對 所以呢 待會我慢慢來做解說 我們先來看一下 揮達的走勢 其實最近表現都還不錯 昨天漲0.6% 到現在為止你都會發現 它接近來到前高的位置區嘛 對不對 那我有跟各位講啊 你會認為揮達財報會不好嗎 基本上不太可能 揮達財報不可能不好 但重點在哪裡 它是優於預期 符合預期 還是低於市場預期 現在沒有答案 對不對 所以呢 今天在新聞裡面 你就會發現到什麼 法人推演三個劇本 因為他們也沒把握嘛 是吧 好 但是呢 從揮達的財報來看 應該不可能 不可能不好 好 到目前為止都接近前高啊 可是呢 我們從其他AI相關的個股裡面來看 比方說美超微的股價 跌升稍微反彈 就停在這裡 他也沒把握嘛 對不對 像AMD的股價呢 也是一樣嘛 跌升之後反彈 也是停在這裡嘛 對吧 所以呢 從這個角度裡面來看喔 揮達只能好 好 他不能不好 他也不能不符合市場預期 否則一定會造成很多股票 一定會出現大震盪 那但是呢 我們現在怎麼去看這個盤 好 我們來仔細看喔 因為今天的盤是 表現不錯嘛 有人在壓寶嘛 對不對 目前今天也漲了快下近300點了 問題是你有沒有覺得 很奇怪的一個現象 今天你要壓什麼寶 明年凌晨公布 揮達財報 照理說今天要壓寶 趕快先去壓AI啊 對不對 你注意看嘛 現在有些AI的個股呢 這一波的走勢 跌下來到現在為止 他也經過了一陣修正嘛 照理說我應該先壓寶 這個東西啊 結果到現在為止都沒動 你看喔 這些個股到現在為止 都沒有動 你看到現在為止 照理說你要壓寶 要壓這個啊 因為今天已經跌下來 跌一大段了嘛 可是沒有動啊 你看喔 事情也是一樣嘛 到目前為止 連月線都還沒有站上去啊 是吧 那結果你會發現喔 今天市場的資金啊 反而沒有去壓寶 這些已經修正過的AI的個股 所以呢也造成什麼 有些個股現在就是維持區間嘛 你看喔 你看這個個股有壓寶嗎 也沒有啊 見準現在目前是這樣啊 啊偽創呢小漲一點點嘛 今天沒什麼量嘛 是不是 所以呢到目前為止 你說有人在壓寶這些嗎 沒有 那到底這個資金壓到哪裡去 你仔細看喔 其實今天那盤裡面喔 最主要壓寶到 比方說 AIPC的個股 比方紅基間漲停嘛 對不對 好 那仔細看 廣達呢 還好就是維持區間 今天華碩呢 盤中還讓你看到創新高 可是今天爆量之後呢 它也開始留一些上影線 對不對 好 那仔細看喔 它要壓到哪裡 比方說矽光子的一些個股 比方說華新科 已經修正一段了嘛 這裡呢有人要壓寶嘛 對不對 好 那各位 我們這麼講 如果明天揮達的財報 欸不錯 然後呢指數繼續再往上漲 那今天壓寶的人 他的目的在哪裡 很簡單呢 就等明年開高的時候 再來找賣點啊 對不對 那你仔細看啊 從今天華碩就可以看得出來 今天一拉高一出量的時候 今天開始慢慢留上影線嘛 那如果說 揮達財報不錯 指數在拉高 那勢必有些個股這地方 還有機會再衝高嘛 但是衝高爆量的時候 你就要注意啊 會不會像今天一樣 它開始流出上影線 你懂我的意思啊 所以今天有些個股 今天是在拉抬的啊 那明天再拉高呢 你就有獲利空間嘛 所以呢 明天反而這些股票 你要留意 會不會出現爆量 懂我的意思啊 好 那再舉例來說 比方說今天華新光漲起來嘛 對不對 如果說明天再拉高的話呢 它慢慢就接近到前波的套牢區嘛 同樣的 如果說明天再拉高的話 你要預防它會爆量 因為你來到前波套牢區的時候 一定有人想要先賣一下 好 一定有人想要先賣一下 但是呢 到這個時間點呢 你就注意喔 今天在拉抬的一些個股 明天要預防它出現爆量 OK 好 所以呢 反而你從今天的盤裡面 你會發現到 奇怪照理說你應該去拉AI的啊 就AI都沒有人拉 它沒有人拉 拉到次族群裡面去 但是呢 這些次族群 好啊 就這麼說好了 有些個股喔 比方說 呃這些股票 你看今天再拉高嘛 繼續再衝高啊 對不對 今天繼續再衝高嘛 結果你會發現 今天衝高其實慢慢都已經流上影線了 所以呢 明天照理說 如果指數是開高上漲的話 這些個股在拉高的時候 你同樣願意預防 它會不會爆量出上影線 因為今天立志也好 或者是華碩也好 他們也都開始出現什麼 上影線的一個狀況 所以我說明天不是開高就是開低 一定大漲一定大跌 但是這種大漲大跌的盤勢裡面 它一定都爆量 但是如果說明天啊 因為如果說輝達的財報 不符合市場預期的話 那不用講了 一定有些個股 一定還在創破斷低點 所以你從今天這種盤裡面來看 你會發現 這些個股都不動啊 不敢 就要那賭啊 到底你明天是開高 是不是能夠符合市場預期 如果不符合市場預期 搞不好還在創破斷低點 對不對 所以你會發現 今天這些股票沒有人跟你講 好 如果說搞不好 明天是開高的話 有機會出現那種跌升 然後漲停板的話 市場又一堆人跟你講 你看啊 我是不是跟你講這些股票 早就跟你講 我之前低檔就買了 市場都這樣 反正現在也不知道怎麼做 你到底壓不壓 對啊 到現在為止都沒動了 對不對 好 那仔細來看 到目前為止 很多個股這波的走勢到現在 補跌下來的個股 它也彈不上去 補跌下來的個股 目前也彈不上去 是不是 所以我就說 輝達只能夠符合市場預期 它不可以低於市場預期 否則的話 有些個股一定還會再創破斷低點 你懂我意思啊 所以到目前為止你會發現 我昨天就有跟各位講 到目前為止有些個股 不要說電子類股 有些股票到現在都還在頂 就很奇怪 是不是 所以到目前為止來看 AI相關的股票 昨天找了一下嘛 今天在那邊走震盪 AI相關的股票 就特別注意啊 明天到底是漲值點 我跟你講現在沒有人有答案 也沒有人敢跟你講說 這些個股你可以買 但是我預計啊 如果你是看好 輝達的財報的 你可以去壓看看啊 輝達財報很好 當然這些股票 明天一定是開高往上走 對不對 但是那個位階 比較高的一些股票 你就要注意啊 如果是爆量的話 一定會流出上影線 所以呢 明天盤我就說不是大漲 要不然就是大跌 那這種盤一定都是爆量 那如果說是 出現跳空下跌又爆量的話 基本上這個下影線流不太出來 為什麼 因為很多股票一定會穿波段低點 是吧 你要靠台積電撐 撐那個指數撐也撐不多 但是如果說是開高的話 那你就預防啊 那些像這兩天 有一些那種在壓寶的股票 如果是創新高的話 如果說再爆一次大量 一定會在高檔流出 長的上影線 那反而會去漲到什麼股票 反而這些個股就有機會了啦 好 這些個股就有機會了 只是到目前為止 沒有人敢跟你說 到底可不可以嘛 因為到目前都是這樣子啊 全部橫在這裡啊 所以呢 法人才給你三套劇本 到底是符合市場預期 還低於市場預期 現在沒有人有答案 好 那你會說老師 那現在這個盤到底要怎麼去做 對啊 現在就面臨到 你能不能符合市場預期的問題 是不是 好 那各位我的看法是這樣 其實我們今天在整個做法上面 我都有寫在Line Edge裡面 那 如果說啦 它是符合市場預期的話 當然你那些低檔的AI股 它應該要漲 如果說你用AI 原來這些個股低檔的AI股 如果再不漲 那就不對啦 是吧 可是呢 現在沒有人敢說 到底可不可以買 因為不敢確定嘛 對不對 好 那我跟他講 你不用急 如果說這個市場的資金 如果說是流到AI裡面 那當然有些低檔的股票 就有機會 最起碼有機會跌升坦啊 是不是 所以呢 指數照理說 這個地方還有機會再繼續往上攻 可是當你整個AI的股票 如果說真的有機會 從低檔開始往上攻的話 在電子類股裡面啊 那個資金的輪動啊 它會持續 所以你不用去追 那個已經漲上去的股票 然後呢 你反而可以做什麼 什麼樣的個股 它現在還在低檔 然後呢 反而當AI漲上來的時候 它有機會走輪動 好 我們舉個例子來說了 因為到目前為止呢 我們會員在電子類股的部分 我持股不多 大家知道我們就差不多一刀兩檔 一刀兩檔 然後呢 我們去抓什麼 如果說你AI有機會漲上來 那電子類股的輪動一出來 那反而有些低檔的電子類股 它有機會往上衝啊 舉個例子來講 比方說 像這檔個股 所以我們會員手上的持股了 差不多這一年多了 差不多一年半的時間裡面 它就在維持在一個區間裡面 因為老實在都不漲啊 這一定基本面很爛 沒有基本面很爛 你注意看喔 它每年它部分都有6塊多左右的獲利 到今年3 4月份的營收來看 跟這一年多以來相比 其實它都是成長的喔 也就是說最起碼維持6塊多的獲利 是沒有變的 所以呢 本益比大致上就只有10來倍而已 那你會發現啊 這個區間的盤局一年多以來 那整個法人呢 其實都有在做低階 尤其在今年的走勢裡面 都一直在低階 那目前就是維持在一個區間裡面嘛 慢慢的接近到上原的一個狀況嘛 對不對 好 如果說AI這個地方有機會 從低檔 因為跌身的股票有機會反彈的話 那你在這個市場裡面的資金 它會去找尋什麼 有基本面的股票 有些個股還是有機會輪動啊 所以呢 這個盤你不用去做 啊等到漲上來再追 不需要 反而你可以去掌握一些還在低檔 而且有基本面的股票 後面的輪動一出來 它反而有機會突破盤局 它在走攻擊 你懂我意思啊 那你持股不能太多啊 你今天這種盤 你也不知道說到底能不能符合市場預期 我說明天不是大漲就是大跌啊 那你去猜猜看啊 那你這樣猜沒有什麼太大意義啊 股票買一堆嘛 很多個股你看喔 最近這兩天幾乎盤勢不太動 也沒有人跟你講說 到底什麼樣的個股有機會 但是呢今天一漲起來 大家都有宏肌啊 真的啊 大家都變成都有宏肌啊 所以漲起來的股票大家都有 我說那沒有什麼太大意義啊 要不然你就買一堆嘛 對不對 所以呢我們現在去找什麼 如果能夠符合市場預期 持股不用太多 掌握了一兩檔 後面走輪動型的個股 其中一檔 就是這種底部形態完成的股票 你會回答我說 老師如果說沒有辦法符合市場預期 那明天如果是開空跌怎麼辦 跳空跌怎麼辦 我就跟他說啦 今天你不去追高嘛 最起碼如果說明天沒有開高 去過景線的話 大不了就維持在一個區間了 所以你這樣的操作方面 你的風險就不會太大 能不能意思啊 有些個股 我說嘛 之前這些股票 為什麼能夠風險那麼大 因為漲多啦 你把你的成本去墊到高檔區 到現在為止就這樣了 照理說今天應該要漲的 明天要回答 應該說明天凌晨 回答公佈財報 這地方你要壓保 照理說你去壓一下AI啊 因為已經修正了 可是沒有人敢壓 對不對 那有些個股呢 今天漲的都是什麼 一些高位階的股票 高位階的個股為什麼能夠再漲 還沒出完貨嘛 對吧 可是呢 今天有些股票已經讓你看到了 你看喔 忽漲忽跌忽漲忽 今天讓你看到有高點 高點沒賣呢 現在又是維持在這裡 所以明天就算 輝達的股票繼續往上攻 帶領盤是往上衝 有些個股看起來還有高點 但是你要預防它爆量 有沒有 只要一爆量的話 有些股票你會追高 明天一定有人會蹭 如果說是利多啦 我們說如果是利多的話 一定會有人蹭高的時候去做賣出 所以明天大漲大點一定都是爆量 那如果說盤勢是有機會 又輪回到AI的話 我就說我們去抓什麼 一兩檔在低檔型的個股 對不對 好 電子類股齒股不多 如果說真的是維持到 資金回到AI的話 我們再慢慢加個一檔 OK 好 這是第一種方式 那第二種方式在哪裡 我管你明天漲跌啊 我的股票就是繼續要往上攻 對啊 那什麼樣的個股 有這樣的特性嗎 那一定是籌碼面比較穩定 而且我說過我不會讓你去買那個什麼 高檔型的個股對不對 好 我們舉個例子來說 這檔個股你一定知道啦 因為520那天我跟大家說什麼 接下來漲什麼 有些低檔型的股票 有沒有 現在大底準備完成的股票 520那天的時候我就跟他講啊 接下來你要注意這一檔啊 是不是 520在這裡啊 520在哪裡 在這裡嘛 那天沒有動嘛 沒有動的時候我跟你講 我就跟你說大家講過啦 前高過去 他就大底完成了 這個大底完成之後呢 到目前為止 今年的底部都已經出來了 所以呢 明天不管漲跌啊 這一類型 籌碼面比較穩定的 像雞啊 我這兩天跟你講啊 你要注意一下 不管明天漲跌啊 有些個股底部完成之後 如果他籌碼穩定 他還會繼續再往上攻 有沒有 你看繼續再往上攻啊 是不是 我520那天我講兩檔嘛 一檔機啊 一檔中域嘛 對不對 中域這檔個股呢 底部呢 好不容易昨天有過啦 但是遇到季線的時候呢 稍微 可能有一些解套的賣壓 或者是獲利的賣壓 但是呢 這檔個股 前高的位置在88.9 目前88.4 差5毛 沒差 只要稍微再動一下 它也是開始 底部開始出現了 所以呢 這個盤到這個時間點 個股的選擇它很重要 今天你會看到很多個股 怎麼搞的已經開始在拉 今天指數是出現大漲了 那今天台積電呢 最起碼就已經貢獻了200多點了 所以呢 其實其他的個股大致上 也差不多100點左右的空間了 但是呢 今天很多個股在拉的 都是屬於那種 比較高位階的股票 所以我預計啊 如果說是偏 符合市場預期的話 指數明天是開高啊 但是開高的時候呢 今天去壓寶的股票 明天開高之後它會賣 所以呢 有些個股 明天爆量的時候 不要亂追喔 到時候變成人家出貨的標的 那這些個股呢 你就暫時先不要去追它 但是呢 接下來反而要注意的是 低檔型的個股 最起碼AI的股票 應該是有機會往上漲 但是因為它籌碼比較亂啊 因為這波到目前為止 從高檔得下來 那融資一路增加 那到現在為止這些個股也是一樣啊 上面還有出現套牢籌碼區嘛 所以呢 照理說 輝達如果財報好的話 這些有機會稍微反彈一下啦 可是我不到認為說這個一定是主流啦 為什麼 因為上面套牢籌碼比較多 所以呢 反而要去抓的是 當你資金流到AI的時候 那電子類股一定會有輪動 那這個輪動呢 我就說嘛 你持股不用太多啊 掌握那種低檔型 而且基本面好的股票 這地方會有機會 再去走一波輪動 OK 好 電子類股是這麼做啦 因為我們現在持股不多 不要說那邊 每天那個什麼股票你都要 我就說嘛 看你組別幾組嘛 每一組買個五檔就好啦 你弄個五組六組最起碼有30檔股票啊 每天都在拆啊 對不對 那對你沒什麼太大幫助 所以呢 明天只有兩種走勢 不是大漲 就是大跌 大漲大跌一定都爆料 那大跌下來 如果是不符合市場預期 是出現跳空跌的話 很多個股一定會創破斷低點 那如果說出現這種走勢的話 那個下眼線流不太出來 但是如果說是大漲上去 回答如果說帶動整個指數大漲上去的話 那有些股票一定會高檔爆量 那這邊高檔爆量一定有人會出 但是呢 反而要注意的是 AI相關已經 就是說已經稍微拉回了股票 它有機會上漲 那到時候會把資金帶動到一些低檔型 有走補漲型的個股 OK 好 當然你問我說 老師明天大漲大跌 我不知道 真的我也不知道啊 所以法人也在這邊跟你講啊 到底是優於預期 符合預期 還是低於預期 講那麼多 大家也都不知道啊 也不敢猜嘛 不過說你也不用猜啊 你就去掌握那個盤面裡面 跟指數比較沒有關係的 然後呢這種沒有關係的個股 你就低檔先佈局嘛 所以咧 這兩天跟你講的股票繼續公啊 有沒有 我們那時候在38.5到41之間 都是我們吃貨的地方啊 那現在都已經衝上來了嘛 我預計啦 後面還有高點啊 籌碼都在我們家啦 反正我不賣也沒有什麼賣壓啦 所以我是建議各位 來到這個時間點你就會發現到 盤勢走到這裡 那個指數雖然三不五十創新高 可是不代表說每一檔個股都會往上攻啊 是不是 到目前為止你就發現啊 很多股票你還是要預防 會不會從高檔跌下來 到目前為止 其實個股也都一樣啊 是不是 然後呢 有些股票 如果說明天沒有上漲的話 反而要預防 它會不會出現那種補跌的壓力出來 那高位階的個股就先避開吧 你看那個先進光啊 到現在為止也是面臨到什麼 半年限的保衛戰啊 所以我就說啊 這個盤喔 揮打只能漲不能跌 如果揮打一跌的話 有些個股明天是跳空下來 所以到現在為止 不代表說每一檔個股都會上去啊 所以你今天看AI就知道 到底要不要壓AI 沒有人敢壓 現在在這邊等對不對 好 所以我是建議各位啦 明天的盤勢震盪會很大 那如果說你沒有辦法去掌握到 這個盤輪動的一個方向 如果說漲到AI 我就說後面要輪漲的個股在這裡 好 就算說明天是出現下跌 沒有差啊 我們的個股還會繼續再往上攻 還會繼續再往上攻 那下一檔個股 就注意一下過前高的話 慢慢的有些升級的個股 從低檔它會開始走輪動 如果說到這個時間裡 你不知道怎麼做 尤其手上持股很多啦 我跟你講這邊一定很 個股 那個持股一定很多 因為你從這個市場上面 很多老師的講法你就知道啊 今天漲了你都有 跌下來都沒有 每天都這樣子啊 那代表說一定是買很多嘛 如果說你買很多 而且你都是在拉高的時候 進場去買的話 那注意一下 最好明天不要跌 好 明天漲的話 當然有些個股可能還看到高點 但是看到高點就預防爆量 會不會有人在出貨對不對 那如果說明天是開低的話 那很多個股就一定破景線啊 所以這個地方你要嚴守持股的乘數 然後個股的部分去掌握低檔 而且有機會走補漲的個股 這樣的操作 你才能夠正內賺得到錢 OK 好 認同的跟著一起來 服務到年底嘛 那我跟他講過啊 這樣522嘛 指數都一直在高檔震盪啊 到目前為止你會發現 那個市場上面輪動速度很快嘛 那你預計到年底 每天都在創新高嗎 不可能啊 所以接下來那種震盪一定會很大 所以你怎麼去掌握那種 輪動型的個股 穩穩當當地做 而且持股不多的 歡迎你跟著一起來 好不好 50%服務到年底 歡迎你來電諮詢 我們休息一下 待會兒回來 2781 09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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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達投顧真心照顧 運達投顧成立於民國84年 是一家政府立案合法運作的投資顧問公司 擁有證券及期貨雙執照 更是國內少數老字號的投顧公司之一 投顧業是一門良心的事業 面對的是高獲利與高風險的投資 我們不造神更不沉默 專業 智慧 經驗 負責 用最嚴謹的態度 最嚴格的標準來決定股票買賣 帶領會員穩健的獲利 更是我們唯一的宗旨 運達投顧 真心照顧 02 2781 0909 2781 0909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勢 股市民視現階段手中的標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鼓動乾坤 好 歡迎來到現場 明天是輝達的公布財報 我剛才跟他講過 我模擬一下輝達的一個走勢 所以明天不是大漲就大跌 如果說明天的資金有機會留到AI的話 那我說後面輪動型的電子類股 我幫你準備好 好 不會選太多 一兩檔的電子類股 我們穩穩的做 如果明天是大跌盤呢 沒有差 我們的個股照樣要繼續往上供 有沒有 這兩天跟你講的記憶 竟然供上漲停 對不對 好 所以如果說到這個時間點 不知道怎麼操作的 你不想說去買一堆股票猜猜看的 歡迎你跟著一起來 50%扶你到年底 歡迎你來電諮詢 我們明天見 拜拜 蕭村元老師聲明書 進來網路詐騙猖獗 盗用蕭村元老師照片及簡介 收取不當之會費及開課費用 詐騙投資人 請投資人勿受騙上當 若有疑問 請撥打運達投庫公司電話確認 以免權益受損 本投庫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價正確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